日月帝国的营地最近半个月来十分忙碌 自从在这里扎营之后 就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最初的投入明显是最需要时间的 包括各种仪器的安置 各种矿卖具体位置的探查 开采等等 只有先将矿石全都开采出来 才谈得上提纯收集和运输 经过十天左右的基础建设后 在火凤凰混导师团全力以赴的帮助下 基础设施总算是建设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进行开采的工作了 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1条矿卖 这些矿卖纵横交错 储量各不相同 但无一例外都是品质相当高的稀有金属 其中有两条矿卖出产的稀有金属 还是特别珍惜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开采过程就更加紧密了 而且根据探查 全部11条矿卖中 有6条是一直蔓延到斗陵帝国那边的 也就是说 最终还是有进入斗陵帝国境内 争夺更多的稀有金属矿卖控制 十天之后 日月帝国的后援部队赶到 这支后援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但却是日月帝国最为精锐的稀有金属矿开发团队 一共有5000余人携带了大量的器械赶到之后 立刻安营扎寨 或凤凰混导师团和两万士兵配合着这支专业队伍 不断地扩大基建规模 同时正式开始开采 半个月后的现在 已经开始有源源布局的稀有金属矿石被开采出来 并且进入提纯流程了 一共在矿外上打开了24个开口进行全面采挖 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时间 日月帝国方面也很清楚 伴随着混导器在战争中显现出强大的作用 元属斗罗大陆三国方面 也必然会加强对稀有金属的控制和获取 如果让他们知道 在天魂帝国境内就有这么庞大的矿脉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前来抢夺的 所以橘子下令 第一不能惊到斗陵帝国那边 让他们发现这边的动静 第二不惜一定程度的浪费 要用最快速度将这些矿脉全部开采一空 这一次搬来的大型机械 足足使用了近3000枚储物混导器 这些器械在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开采三倍的矿脉都绰绰有余了 就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 将这里的一切收归囊中 整个开采过程都在紧锣密过地进行着 高空看索混导器则对周围的一切 尤其是斗陵帝国方面进行严格监控 一旦发现有任何情况 火凤凰混导师团足以在最短时间内反应过来 以火凤凰的战斗力 就算是碰上十万大军都能抵挡很长时间了 更何况他们还有两万军队配合 现在地面上已经布置好了混导器阵地 大规模的混导器已经全部建立完毕 足以应对一场长时间的战争 橘子同时也向日越帝国大军那边下达命令 命令再派遣一支军队过来增援 这份增援不是他不自信 而是因为霍玉浩的出现 半个月了 他叙事一代地等了半个月 却依旧没有见到霍玉浩前来破坏 橘子立刻就下定结论 霍玉浩这次是真的已经离开 他离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去搬救兵了 从天魂帝国东北方前往史莱格学院 用不了太长时间 等他回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带领着大量的史莱格学院强者到来 为此 橘子还特意调动了两只混导师团的兵力 严密监控史莱格学院方向 一旦发现由史莱格学院的魂师出动 立刻进行拦截 同时也下令日月帝国在天魂帝国的中军 加大对天魂帝国方面的压力 同时朝着北方靠拢 如果日月帝国方面知道 这一系列的调遣都是因为一个人 恐怕有不少人都会惊掉下巴 可橘子却深刻地认为 自己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 在他看来 霍与后很有可能带来的威胁只会更大 这会儿橘子正在率仗中汇总各方传来的侦查报告 相比于元属斗罗大陆三国方面 日月帝国对于侦查情报是极其重视的 尤其是橘子成为三军同帅之后 他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就是扩大高空探测混导器生产线 尽一切可能生产更多的高空探测混导器 同时请求徐天然调拨更多的资金 加快研究高空打击混导器的使用 占领天空 是占据情报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战争中最为重要的 只不过相比于浑石 混导石 单纯的空中混导器 先要产生滞空效果 要走的路还很远 身穿红色假柱的橘子端坐在帅位上 看着一份份情报 翘脸上不禁流露出几分疑惑之色 自言自语的道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在史勒格学院那边 他没办法使用大量的高空探测混导器进行侦查 但却早就派遣了大量的探子 密切注意着史勒格学院的一举一动 史勒格学院这些日子显得很平静 唐门在制作大量混导器的事情 他当然知道 虽然不知道具体在制作什么 但对此橘子却并不担心 工业上的差距绝不是一天 两天就能够弥补过来的 哪怕在那唐门之中 有勋子文老师也是一样 勋子文老师再强 他又只是一个人 而类似于勋老师的人才在日月帝国却是一批人 更何况资源方面 日月帝国也要强得多 最重要的是唐门也好 史勒格学院也罢 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拉近这份差距 雨昂 你放弃了 不 我相信你不会 那不是你的性格 你一定是看出了我们要干什么 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 可是 你在哪里 为什么史勒格学院那方面没有动静 难道你去找了豆灵帝国 以你的聪明才智不会那么做呀 豆灵帝国的主力和天魂帝国的残军在一起 抵抗着我军主力 你应该明白 只要我对他们施加压力 他们就不可能腾出足够的人手 既然如此 那你人在哪里 难道在你心中 还有比阻止我更重要的事情吗 不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一定是在做什么 也一定会有所作为 除非 说到除非这两个字 橘子脸色微微一变 这除非之后 他不愿意去想 他也相信 不会有那种情况发生的 以霍玉浩现在的实力 能够伤害到他的人少之又少 自嘲地笑笑 橘子有些无奈地自言自语道 你刚走的时候 我一直在担心 你随时会回来 可是 这么久你都没有出现 也没有任何情报 我反而 开始为你的安全担心了 我真怀疑 再次面对你 我是否 能够下得了狠手啊 玉浩 你可知道 我是多么不愿意和你做对手 如果你肯跟我一起努力 那该多好 那样的话 我对于征服这个世界 一定会更有信心 你在哪里呢 赶快有消息吧 不然的话 再这么等下去 说不定我都想去找你了呢 橘子在帅长中念叨着霍玉浩的名字 可他却茫然不知 此时他心中惦念的某人 就在距离他不到十公里的地方 而且是在空中 如果他愿意 并且没有任何阻拦的话 从空中俯冲 最多十分钟就能出现在他面前 没错 此时的霍玉浩就在空中 而且十分隐蔽地躲在一团云雾之中 静静地悬浮在半空 霍玉浩观察着远方 今天极北之地的天气很好 准确地说 因为极北之地大风持续的缘故 在一定的高空中 能见度要比内陆地区强得多 想要找到现在霍玉浩 其身的这种云朵都是很难的 而且云还在不断的高速移动 远处 大量高空探测昏倒器 都在霍玉浩的注视之中 这些昏倒器分开得很散 而且各种探测方式也是不一而同 要一千米左右空中的整体探测型 也有五百米高度的波动探测昏倒器 甚至还有压低在二百米左右的热能探测昏倒器 这些高空探测昏倒器分得很散 这无疑是接受了之前 被霍玉浩毁掉大量高空探测昏倒器时候的教训更多 更分散 而且更有层次的进行探测 才能最大程度的展现出探测的效果 当然 这需要投入的精力也必然会更多 对此 橘子显然是不遗余力进行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霍玉浩还发现 这些高空探测昏倒器除了户主下面紧锣密谷开采中的营地之外 更主要的探测方向都是针对于斗陵帝国那边的 不夸张的说 斗陵帝国那边只要接近这边三十公里范围内 必然会被第一时间发现 然后迎接他们的很可能就是火凤凰昏倒师团的炮火 霍玉浩此事心中还同时在赞叹着 为了日月帝国的工业水准赞叹 这才半个月的时间 下面的营地面积就比他当时走的时候大了差不多十倍 人数也更多了 很多大型的昏倒器都是他没见过的 所有昏倒器都在运转 而运转过程中发出的噪音却并不大 他现在在位于三千米左右的高空 至少在这个距离是听不到什么下面传来声音的 这显然是日月帝国方面在降噪处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虽然对于稀有金属矿石开采 霍玉浩并不是太了解 但从下面这等规模他也能看得出来 这里的矿外储量一定是非同寻常的 在这种高速开采的状态下 恐怕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被日月帝国全部开采出来吧 在空中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二十多个开采口 每一个都在持续地向外运输着 散发着金属光泽的矿石 这储石只有经过提炼之后 就能变成价值连城 昏倒器核心必备的西有金属了 霍玉浩也是昏倒师 就算距离很远 其中几种很有特点的西有金属 他还是认出来了 这么多西有金属落在日月帝国手中 不知道又要骗多少的武器 虽然落在自己手中也一样 但至少唐曼和史莱克所拥有的武器 更多的是为了阻止战争 而并非侵略啊 霍玉浩制定的计划 其实很简单 首先弄下这支日月帝国军队 然后才会率领泰坦雪魔大军全面攻击 对此泰坦雪魔王是有些不屑的 在他看来就这等数量的人类 根本就不足以对他们泰坦雪魔一族造成任何威胁 几次冲杀就能够将这里毁坏的七零八落 但霍玉浩就告诉他 在人类世界中现在有很多强大的武器 就算他是凶兽都能够威胁到他的生命 泰坦雪魔无疑是极北之地 最为强大的凶兽族群 他们拥有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泰坦雪魔最强悍的武器和能力 就是他们身体 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和强横的身体 是所有对手的噩梦 但同样的在力量和防御强大的同时 巨大的身体也很容易成为靶子 成为混倒器的靶子